大家好 今天是1月2日 星期四 今天是2020年 第一個交易日 我先祝大家 今年叫做 鼓運亨通 祝大家身體健康 因為這陣子應該很難病 外面的天氣 真的比較差 但不要緊的 市場相比之下 都好像突然之間 很好 今天也有 比較多利好的消息 包括 昨天的時間 內地宣布了 另外 下午時有多消息 就是廣交所 好像 多一些中資 的機構 中概股 又會有機會來第二上市 兩件事 其實 你說是不是很突然呢 又不算是 因為 上星期 或者放假之前的時間 都跟大家有提及到 因為之前很多內地的說法 其實都是說 原大日降準 即是假期的時間降準 不知為何 突然之間 之前有傳過 星期六、星期五的時間降準 第二 你說好像 專門問的談判 正如有些朋友留言 都已經 15號畫了簽 還說 好像 簽不停 那些 那些 我想這樣看法 簽呢 其實沒有前途上 你當它 真的要簽先 因為 我也覺得就是 因為 經過去年的經驗就是 一天真的未落實簽 都不要太老定住 你下都要再等一等 但當然 這一次的 態度 或者這樣說 雙方 各有一些因素 可能想簽成這份協議 所以 第一階段 應該就不難簽的 但是 你說市況 是反映了沒有 那 即是 這些水平 反映了沒有 我覺得 即使 未反映得好 都不會差太遠 還有記住 其實大家一直擔心的 是 之後談那些事情 即是 知識產權 這一堆的事情 你問 我好像 對於這一次的 簽署的看法 其實我程度上 也很問心 我又不覺得這一次 這一份的協議 是真是 叫做 很 叫做 很代表性 很突破性 因為你要想三一層 這堂事情 只不過就是 換來 中方 買多些很多產品 美方換來 只不過是 不再加徵你額外的關稅 所以 其實你說 是不是很好呢 我 反而有些擔心 就是當那份協議 文本 即是 他看那份 公布出來之後 大家會在那裡計 哪個做數 哪個不做數 搞這些事情 所以 現在這些水平 我會覺得 沒有 還有這些 放入無防 還有 如果說到市 28,500 上這些水平 沒錯 走勢是不差的 但是 如果你是信徒 那些 28,500 上是28,800 29 都這位置 其實 都之前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區 所以 能不能夠突破這些位置 我暫時都是那一居 都是 有些保留 其實我不是說 我暫時是否暫時是否暫時 我覺得 是一個現實的情況 你的市場 要升上去 都會有很多 合理的吹發劑 但是 像放水這些 你說是否又真的 叫做 那麼利好呢 其實你看今天 內房板塊 內銀股 都是見到 升得比較多 其他那些 其實那個升幅 又不算特別顯著 還有 你今天的市場 你見到的貢獻 都是比較多 好像你說有幫 好像一些 叫什麼 騰訊 這些 但是騰訊 到這些位置 其實真的 即 看好去都好 我覺得 似乎好像 股價上面 不是算便宜 或者不是算 一個合理價 是的 我會這樣看 而且始終 那句 真的 你說有沒有一些 很硬的 一些 很硬的 很實質的 一些利好的因素 其實很多事情 過去這幾個月 這些因素 我真的不覺得 是有很大的改善 這樣 這個可能是我自己的 個人的想法 但是沒有的 當然我都明白 股票的事情 都是炒的衝景 現在 要做一些 那就沒有 還要再看高貸 林明教授 再破位 只不過 我自己 就不會考慮 這些位置入市 是的 我就不會考慮 我寧願 等一等 等個好位才買 等一等 買的話 都可能選一些 5G相關的股份 其實我今天都有些 瞄準 你說港交所 現在有第二上市 這樣 又多一樣 又出來了 這個衝景 另外又互輪通 又好像 現在又說不定 有些是多些衝景 股價反而短期 是有機會開人大市 是的 但是問題是 再看遠一點 好像又 一般 不過沒有的 都是那句 做步做步看 但現在這些位置 都是 大家要小心一點 沒有貨 沒有貨 就拿出去 但是沒有貨 也沒有理由 現在去追貨 除非你覺得現在 二萬八千多 是一個低位 那你就可以追貨 不是我又不期待這樣做了 那 那 你平常問些股份 問小米 那小米 都是炒 炒筆稅 筆稅其實現在不是賣越多 那你未炒 這個位去看看 11.8 12元這個位置 都行不行 不過個人都是 不喜歡他的 是的 所以你越來炒他的話 都是炒美團好過 是不是 甚至乎 說真的 中心 你都猜不到 筆稅現在越好越多 現在差不多兩成股權 即北水 即利文化這些 可能還有個賣點 即中心這些 那可能這些 更好 另外有朋友說 內房 其實內房 沒有的 我也是那句 城鎮花之下 它又不會差 但是我會選中海外安全存 是沒有的 那你有二三線 又有二三線的玩法 那中海外這些 你可以擺 而且你問為什麼 它的銷售會差 比萬科 還差 比萬科 其實最主要是講 增長 就是說 增速上的話 其實萬科 我印象中 不是差太遠 量是差很遠的 你說現在 其實中海外這些 一線的內房股 但如果你看到銷售量的話 一早被碧桂園 恆大這些都拋離了 但是 今年的正常又是說 它的增速會加快 所以你問我 現在這一刻 還要選內房版塊的話 我都會選中海外 但是正如 好像選這個 物館股一樣 都是選中海物業 這樣 一個奴利的 最後就是 9391 健康 沒有的 又貨物 又貨物貨物貨就算 是啊 其實內人版塊 雖然說 今年的表現 即是上年的表現 不算是標尺 但個別來說 其實搶了一個 52週新高 是極堅的 它升得不多 但是它是 打得上去 但只不過你說 鋼準 好像剛剛提到的 預期之內 還有你有必要性 而且 但今年內地的維藥潮 我都很擔心 所以變成現在 這些版塊 又是不高追 雖然好像很消極 或者很保守 但是 沒有辦法 始終那個形勢 我覺得 都還不可以這麼樂觀 沒有的 在這幾天的時間 我相信這幾天 都會有啟示 特別是 越迫近 終美貿易談判 簽約那個日子 愈有啟示性 不過現在這位 不厚算 多一句 等一下 這樣 有貨就拿 沒有貨就等 這個是我今天 最後要說的 不過不好意思 好像突然間 好像沉 好像有點不舒服 所以 先說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